欢迎回来 在马来西亚有不同籍贯的华人 而每个籍贯吃汤圆的文化也不尽相同 比如说和伯克吃的汤圆就是搭配咸汤来吃的 福州人的汤圆没有汤 只沾花生直接送进口 传统上说冬至大过年 但随着时代进步 独特的籍贯汤圆口味也面对失传的危机 而为此龙雪华堂妇女组今天特别就举办了东式庆祝活动 端出各籍贯独有的东式味道 让大家在舌尖上彼此交流 来来来吃汤圆咯 虽然冬至已过 但是今天早上龙雪华堂所举办的冬至活动 依旧是吸引了许多会馆前来参与省市 场面热闹非常 与会者使劲招数捏出各种各样可爱的汤圆造型 那当然也少不了自家几贯的汤圆 希望能够通过家乡的味道 提醒大家传承几贯文化的重要性 我们的祖祭和婆是吃咸的 我们就是想把我们这个和婆美式传承下去 熟了之后就铺上那个花生 黄豆粉然后糖 就是我们叫做戏 我们的福州话是叫戏 我们是希望年轻人知道我们的传统是这样子的 这也是我们的文化 这是文化之一 福州的文化福州文化 除了各籍贯的华人 许多有足同胞也前来凑上一脚 利用自身族群的料理方式 与华人的传统美食进行混搭 马来同胞利用传统马来糕点代替汤圆 而印度人更是在滩口设计了传统印度图腾 进行点缀 可说是创意十足 它其实是一个甜点 所以表现是中文和印度的 我们使用两种製品 我们觉得这种製品是一种製品 有点有关关于马来和中文 除了传承华人文化之外 我们可以住进各种人民的这种友好关系 三大民族共聚一堂之外 会场也出现了许多穆斯林孩子的身影 然而他们并不是本地人 而是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 通过非政府组织的牵线 这些孩子得以出来开开眼界 感受大马独特的节日氛围 其实当他们住在新鲜的马来西亚 所以他们需要和马来西亚 他们不能只能住在团队 所以他们需要和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在团队里面有尝试 所以我们可以住在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在团队里面 感谢我们的马来西亚 感谢我们的马来西亚 一声声诚恳又稚嫩的感谢 为传统的团圆气氛 赋予了新的感动 或是家破人亡的难民 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老家团聚 然而身处异乡的孩子 却感受到了每一口汤圆 所给予他们的温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